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題是我的2018年十大電影 又過了一年來到了2018年的年底 這是一個變化很大的一年 很多我們期待的電影上映了 有些還讓我們蠻喜歡的 有些則讓我們蠻失望的 當然也有不少的驚喜 有幾部電影突破了我們的想法 改變了我們對電影的想像 我想今年有很多人發現到 影評和一般人看完電影之後 所給的評價還有分數有越來越大的差異 有一些電影的影評分數很高 可是觀眾卻不怎麼喜歡 有一些電影的影評分數不怎麼樣 但是觀眾卻愛死了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 一來我想真的有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 針對主流影評的口味去拍電影 畢竟在這個社群媒體的世界當中 他們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的 二來老實說 一般的人看電影 跟一年要看30部電影以上的人 進電影院 要看的東西 我想一定是有很大的不一樣的 就像一年會進棒球場 看一兩次比賽的球迷 跟一年會進30次以上棒球場的球迷 就算是一樣的棒球比賽 他們看到的東西也一定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影評跟一般人本來就不會用一樣的眼光去看電影 而影評之間彼此看電影的口味也都會不太一樣 我想影評它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而且它也不應該是一個公正客觀的裁判去給電影分數 起碼我給的分數都還是會依照著我自己的喜好 有的時候你覺得我給的分數太高或者是太低 那就是你我之間不同的看法 我只是試圖在網路上面闡述我看完一部電影之後的心得還有意見 就像你看完我的影評之後有任何的意見 你也可以在留言區下面留言一樣 就像交朋友一樣有各式各樣的影評 那就看你想要跟誰交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十大片單還蠻重要的 看一個人的十大片單會很清楚的看見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那麼來看看吧 我今年2018年選出來的十大電影 第十名是《滅絕》 這部年初只有在Netflix上面上線的科幻電影 相當的奇幻美麗特效場景 非常的好看又迷人 劇情內容又非常的富有哲學生意 會讓人一直不斷的思考劇中發生的故事 是一部相當好看離奇又詭異的科幻驚悚片 雖然台灣沒有在大螢幕上映 但還是在影迷之間打響了口碑 第九 你只欠我一個道歉 這應該是我的十大電影當中 比較特別也應該是最不知名的一部 這是一部黎巴嫩的電影 在講兩個小市民之間的一場官司 演變成為整個國家民族的對抗還有撕裂 並且會在主角的身上看見這個國家過去抹不去的傷痕 精彩的法庭辯論 峰迴入轉的劇情還有揪心的情節 以及非常能夠讓我們看見自己的兩個主角 他把人物身上的小歷史和整個國家社會的大歷史之間拍得非常的好 再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 和解才是人類社會最好解決爭端的一個出入 是一部我覺得今年非常好看的法庭劇 第八名是《波西米亞狂想曲》 這部電影打敗了一個巨星的誕生 《榮登我》2018年最喜歡的一部音樂電影 雖然沒有一個巨星的誕生把主角的情感描述得這麼深入 但我更看到一個傳奇、一個英雄人物、一個搖滾巨星、他的性格 以及一個人掌握自己命運的故事 要多麼的宇宙不同、要多麼的狂妄才能成為一個在眾人之上的大人物 無論如何最後Live Aid的那個演唱會片段 看完會力量滿滿的最後20分鐘 真的是超級讓人感動 第七金牌拳手《復仇》 他絕對是我渴望見到的金牌拳手的續集 每個角色的故事都做了更精彩的發展 也有一定程度的收尾 很可惜好像沒有很多人去看這部電影 我個人對他非常的滿意 他也非常的滿足我對洛基的情感 第一集沒有在台灣正式上映 很開心第二集可以在電影院裡面看到這部電影 它是一部非常多非常多情感的全集電影 雖然洛基電影或者是全集電影 好像永遠講的都是那一套 不怕倒下、不怕挨打 能夠承受打擊之後重新站起來的人 才是真正的強者 這樣的經典永遠說不膩 每一個兒子都有一個爸爸 每一個男孩都需要成為男人 第六全之島 故事背景在一個很特別虛擬的未來日本 用狗和主人的關係去敘述 武士和君主之間的關係 或者說他用武士和君主之間的愛和守護 去講現代人和狗之間的情感 這個電影它的每一個畫面都非常的精心設計 都是可以停格下來讓我們一格一格去檢視欣賞的 還有它精準冷掉的喜劇節奏 是會讓人得到很多很多的樂趣 並且是那種小孩大人都看得懂的喜劇 第五名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這部電影應該不用再贅述了 從去年的十大影片當中 我就提到它一定會出現在我今年的十大片單當中 美少年和高大英廷的研究生之間 一段讓人神往又不可告人的戀情 正如所有我們在青春期所經歷的那一切一樣 都是那麼的新鮮快樂又美妙 同時又伴隨著痛苦和眼淚 看這部電影會讓你看到最純正真摯的愛還有痛 如果有2018年讓人最難忘的電影片段的話 我想這部電影最後火爐前的那一場戲 絕對會在裡面 扮演你從來沒做過 第四名是《羅馬》 又是一部《內褲子》的電影 幸好這一次我們可以在電影院裡面看到它 故事的背景是1970年墨西哥城的羅馬區 以主角這個女傭的視角去看見這個中產階級家庭 在這一年之間所經歷的種種巨變 並且我們看到主角還有這一家人要怎麼面對 他們所身處的困境以及種種人生的挑戰 用很寫實的手法拍出非常私人而且強烈的情感 在很簡單平時的日常生活當中 會看到非常濃烈的人際關係 黑白的畫面讓整部電影看起來像是純粹的回憶 但是所有的音效聲響讓每一個觀眾都有生利其境的感覺 《羅馬》是一部很詩意很美也滿感人的寫實劇情片 第三名是《小偷家族》 在看完《羅馬》之後你會很容易的想到這部電影 他們有著異曲同工的人物情感還有故事 一樣有煙火一樣有海灘 我覺得這兩部電影之間的比較會滿有趣的 《羅馬》相比《小偷家族》更精煉了一些 而《小偷家族》相比《羅馬》則更完整豐富了一些 如果比較關注電影技術的人 我想應該會把《羅馬》擺在《小偷家族》的前面 但我是比較關注於故事劇情 所以我選擇把《小偷家族》擺在《羅馬》的前面 說實話這兩部都是今年非常好看的電影 我都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第二名意外 從年頭到年尾 就算沒有得到奧斯卡的大獎 我還是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什麼是公平正義對我來講 還是非常喜歡的一個議題 而且這部電影是讓人不斷的重新思考 挖掘這件事情的真相 壞人能不能做好事呢? 而且這部電影當中幾位演員 絕佳的演技也是讓我 喜歡這部電影很大的一個原因 OK 在介紹第一名之前 還要介紹幾部 沒有在這個榜上 但是我也非常推薦 非常喜歡的2018年的電影 像是南韓電影《燃燒烈愛》 還有恐怖片《術院》 也是入圍奧斯卡很多獎項的屬於鳥 以及今年可能會入圍非常多奧斯卡獎項的 一個巨星的誕生 特別推薦還有一部 《歡迎光臨奇幻城堡》 《瑞秋麥亞當斯》主演的喜劇片 《遊戲夜殺必死》 以及Netflix上面的《飛運絲生活》 還有另外一部喜劇片 《史達林死了沒》 沒錯 這是我2018年年度第一名的電影 《蜘蛛人 新宇宙》 不得不說它是一部劇本平衡性非常好的 超級英雄動畫電影 人物深刻 娛樂性高 動作場面精彩 並且有螢幕上會讓人心動的女主角 有清楚的成長曲線 有一開場就急轉直下的劇情翻轉 並且最重要的是它有非常非常大膽 創新的表現手法跟敘事模式 對我來說它是一部完美的青少年成長電影 還是一部超級英雄電影 它也有一個讓人憐憫的反派 雖然有人認為這部電影的缺點 就是這個反派的描述不夠多 不夠強大 但我覺得這更凸顯了蜘蛛人 這樣指青少年為主角的超級英雄電影 它所需要的反派不是來自於外在 而是內在 這就是我的2018年十大電影 你的十大電影是哪些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貝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